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這台車是誰的車 是我的車 已經賣掉了 感謝車友的支持 我也會好好教他開車的 OK 那你看這台車 這裏就陪我徵戰多年的車子 有沒有 各位是不是沒看過車子拖光光的樣子 對吧 這就相當於快拖光光的樣子 我剛還幫這個車子洗的車有沒有 因為有時候這邊會卡一些油 髒汙 你看我們就會拿這些汽油 去把它洗掉 這是我 親手洗的喔 這是我洗的喔 好 因為車子要交給人家 當然就是要用的乾乾淨淨的 我很喜歡這個煞車 大抵 非常棒 這台車啊 叫做401R 各位應該有聽我介紹過吧 那我接下來我要開什麼車勒 給車友看一下 下一台車 登登 哈哈哈哈哈哈 有沒有 TONI CAR 是吧 也是OTK集團的TONI CAR 車股顏色不一樣而已 你看FA是藍色 那TONI CAR是綠色 那一樣都是OTK的 那這台是什麼呢 這台是401 好 我來解釋一下 401跟401R有什麼差別 401的下一代叫401S 401S的下一代叫401R 大概是2019年的時候推出的 401S大概是2018年 401大概是2017年 OK 那401啊 是所有眾家車手 所有車手一致好評的車子 就是這個401 有沒有 而且你看 我也很喜歡 這個是什麼 大碟 有沒有看到 哇 大碟踩起來就是開心 煞車嘛 對不對 當然大碟自動力好嘛 是不是 喔 沒錯喔 酷 你看 現在還沒裝好 有沒有 然後這是 周邊的配件 側保感 然後 原廠框 原廠框 有沒有 然後這是引擎 哇 這顆新引擎 又要把它裝上這台車子上 OK 拭目以待吧 好好看看 我可以用這台車做出什麼成績 好嗎 既然眾家車手 都好評的車子 到底有多好開咧 等我裝好以後開給你們看 OK 401喔 期待吧 掰掰 再跟各位車友補充一下 為什麼我想開401咧 正常來講 是應該401R比較新 對不對 401應該比較舊 兩年前嘛 對不對 他比他舊 兩年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想開401咧 因為我想試試看 不同的車子 帶給我不同的感覺 這樣也可以磨練我的技術 因為我發現很厲害的人 他們開過的車子都很多 而且他們適應力都很強 我想要變得跟他們一樣 OK 有時候我開新車啊 人家會講說 你就是車子心碎才快 所以我現在就開舊車 OK 來試一下 好嗎 我不是想電的 就想被人家電 好嗎 OK 所以我來開舊車401 就是舊的401 看看他開起來是怎麼樣 而且綠色紅色方向盤 哇好少包喔 紅配綠 狗臭屁 有沒有 是不是 真期待他裝起來的樣子 有沒有 你看這有battle的痕跡 我就喜歡 我就喜歡車子有battle的痕跡 是不是 好啦 就介紹到這裡啊 等車子裝好 再示範給你們看 OK 掰掰 來 各位觀眾 裝好囉 有沒有 帥吧 裝好是不是就很帥 對吧 這前切板好復古喔 今天的輪胎是用HG3 有沒有 HG3 它這個持筆是1280 比較酥一點 那你看前面戒指環是一個大的 戒指環 後面寬度沒良 但是這個後肘長度應該是正常的 那你看多出來就多大概 一個指頭的距離 這應該也是正常寬度 然後後保 後保是鬆鬆的 嗯 有點沒辦法拉起來 有點鬆又有點緊 等一下試就知道了 然後這一個培鈴是放鬆的 好啦 等一下拭目以待 看我等一下會開出什麼成績 Go 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又來看影片啊 看看我跑的怎麼樣 知道嗎 看看這台車到底性能如何 我們第一次嘛 你看出去就是 因為這時候一開始出去 我是用很舊的台啊 所以抓地會比較差 也不是比較差 非常差 我那一天一開始開的時候 喔 描述我覺得真的不經理想 但是 原因是因為那個輪胎太差了 跟我上次講的一樣 因為我們這次還是用舒遲 我還是用80次 因為我就想要練舒遲 如果有看上次直播的車友 應該就會知道說 舒遲 是我覺得我應該練習的 可能是我比較弱的部分 這樣子 但是如果舒遲遇到輪胎 比較不好的狀況的時候 他會就很難開 他會非常難開 OK 但是我們就努力試一下 看看他大概感覺是怎麼樣 那你們可以盡量欣賞一下 因為過年啊 就多放一點東西給你們看 對吧 那最主要是要把這個車子的狀態 把它 試出來 知道就是 這台車子 它的能力極限在哪裡 那在這裡就直接跟車友直接破題講 為什麼要組裝一台這個車子 因為有車友啊跟我講說 他說李漢老師 我想要進入這個賽車的門 我可以買車子 但是沒有人可以教我 沒有人可以給我一個就是 一個完整的課程 因為很多車友都有這樣的疑問 他可能買車OK 但是他沒有一個完整的課程 可以就是教導他 好 那我現在我就裝了這台車 OK 我 一樣出售這台車 那這台車還會附加什麼呢 附加教學課程 固定式的教學課程 也就是我們會有一個教學的流程 然後會有一個固定的唐數 可以嗎 幫你從新手 從頭開始教你 如何從這裡開始入門 把它學好 OK 所以這算是一個組合包啊 就是你有車子 你又有一個完整的教學的 這樣的一個組合包 OK 因為有很多車友跟我講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想說 那就從這個車子開始 那從最就是 好練習最穩定的401開始 然後第一個401也比較便宜嘛 因為畢竟它比較舊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 它的穩定性表現都非常好 你等一下看看我在就是 超車或做一些激烈抄架的時候 其實它的安定感穩定性是非常好 OK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非常適合 就是拿來做就是 教學的車子 所以買這台車 除了車子之外 我們還有附帶完整的教學 有完整的教學課程 我會帶著你一步一步做 好嗎 有興趣的 來了解喔 好嗎 接下來就是 車子就是這樣一直開啊 其實也沒幹嘛 反正這影片裡面也看蠻多的嘛 對不對 那最主要就是 因為有些車友 他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會 會看看我的煞車 會看看我的油門 如果你有仔細看 你會發現我的煞車油門進步了 我覺得啦 我自己看我也覺得我進步了 就是 但是 不會看的人會不知道說 這個訣竅到底在哪裡 李翰老師也是一樣下油門啊 他怎麼說他進步了 所以這就是需要課程 對不對 是吧 就是需要這種一對一的指導 你才知道說 到底怎麼樣去做到這件事情 不然有時候我在這裡 我會一直去傳授一些知識 把知識分享給大家 那 有些聽了很多 紙上談兵很多 那車友還是不知道怎麼做 對吧 那這時候我就會在 旁邊帶著 就是 如何去一步一步的做到 就是 這些事情 就例如說 把圈速做出來 如何超車 如何Battle 然後 煞車應該怎麼樣採算OK 油門應該怎麼樣採算OK 方向盤應該怎麼做應該算OK 方向盤應該怎麼做應該算OK 而不是就是 在影片中這樣講 讓你回去揣摩 需要有人在旁邊 指導你 OK 這就是我的用意 這就是我的用意 像我最近啊 有一個車友啊 他也是就是 因為他比較遠距離 他在高雄 然後他在高雄的時候 他就是因為他有些疑問嘛 因為我們住台北嘛 比較難下去高雄 所以我就 他就問我說 有沒有遠距教學 我就說 好 那我想的方案是這樣 就是你去跑 你把影帶寄給我 然後我跟你講 你的缺失在哪裡 然後我講的真的很詳細好 我還錄影片 然後還照照片 然後還寫說明 好給他這樣子 然後讓他去練習 然後他練習了以後 他再有什麼回饋 再把影帶再回傳給我 我再這樣教他 我們就這樣一來一往 一來一往 OK 因為真的如果真的要進步 真的要知道到這麼細 他才會知道說 可能這要做什麼 因為畢竟 每個人的情況也不一樣 有些人是油門不OK 有些人煞車不OK 有些人是煞車不OK 油門好OK 有些人是煞車油門都OK 方向盤不OK 有些人是煞車油門 方向盤都OK 但是體力不OK 有很多原因啦 所以就是你要去對症下藥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說這次會是一個完整的包裝課程的原因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個除了車子之外 這還包裝了完整的課程 OK 如果真的有興趣 你來詢問我 我會跟你講 那完整的課程是怎麼回事 我們怎麼安排 OK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有 touch 到你的需求的話 你就來 因為這個是我覺得 就是這樣教是最有效率 最有效果的方式 了解 我的課程我已經理出來 我就已經講了 就是 我去賽車營的時候 我還準備了講義 要給大家 因為那就是我以前寫出來的經驗 所以就是我覺得如果真的要教學 真的要有一個完整正確的課程 然後你看現在這個樣子就可以知道說 我如何就是去抄架這個車子 這樣子 這個車子抄架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樣子 其實它表現出來也都是其實都是很OK的 都是沒什麼問題 OK 在很內線急殺也都殺得下來 這個也都是可以的 然後在彎中的靈活度也有 我跟各位講一下 我那天坐這台車 因為我們第一次 我第一次下場練這台車 我就坐到336 336 33秒6 OK 所以如果再熟悉一下再做更好 再往前推是絕對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車子是OK的 這車子是OK的 因為我也要把成績做出來才有辦法就是 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這個是做得到的 OK 只是怎麼做這就是一個關鍵 這就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地方 那你看就是 現在就是跟大家在追逐練車的過程裡面 然後去 了解這些東西 看到這個車子是好不OK的 這樣子 然後你看我在超車的時候 基本上我就是 沒有什麼在猶豫 我就是 想說蓋進去就要進去 記得 曾經有一個非常厲害的人跟我講過 好不然我等一下我會講他 等一下又說我在誇他 對不對 或者是我又誇誰又不誇誰 我就講出一個非常厲害的人跟我講過 就是 你在猶豫要不要進去的時候 會不會撞的時候 他就會撞傷 但是你就是抓準心思 就是很果決進去的時候 沒事 這真的 因為你不猶豫 就沒有那個延遲 通常有時候會出現問題 就是你有那一點點延遲 這樣你懂嗎 這些都是經驗 藉由影帶中才能看到 藉由一些交談中你才能看到 因為每個人缺少的部分 不太一樣 所以必須要因材私教 這是必須的 OK 然後我那天我特別講一下 前面開這個白色的車子是小炳 我就說小炳是一個很好的車友 那天我有跟他交換車開 我有開他的車子 我覺得他車子也蠻好開的 也不錯 因為他有講一個 因為他玩車畢竟比我久 他就有講一個 我們如果大家開不一樣的車 反而有時候會有一個 不一樣的回饋 或不一樣的感覺 這樣子 然後我有開他車 我也覺得他的車子蠻好開的 真的是不錯的車子 OK 那你看我們現在就是 我開的車子 這次還是我在開我自己的車子 他還是開他的車子 然後我們就在練習追逐這樣子 然後從影片中可以看出來 如果你有看上次直播的話 他們的池筆應該比較密一點 然後我的池筆應該比較書一點 差別就差在這裡 他們可能是81或82 啊我是80這樣子 OK 所以他就會 就是那個方法就不一樣 但是因為我現在 我現在我的輪胎已經換新的 我已經換新胎了 我已經換了一個完整的新胎 所以現在就算是舒遲筆 也就是做出來秒數也不錯 所以那天才做到33秒6這樣子 33秒6也還不錯 而且該超車該出彎 該推出去還是有推出去 就是沒有差太多 不然有時候你真的抓地比較差的時候 你會差很多 就是因為你出彎的時候 因為抓地很不好 你速度又很低 他又一直在外拋 然後他又沒有把你推出去 這樣就會變得很麻煩 但是因為現在已經換新輪胎了 這樣就沒什麼問題 OK 好 接下來就是繼續看我在運作的過程 你看我都會 在超車的時候 就是會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你的煞車油門的節奏 會跟你原本不太一樣 所以這可能也需要一點經驗 的傳授跟指導 你才知道說 就是當你在battle的時候 你的煞車油門的節奏 應該怎麼樣 不要就是一下就亂掉 這樣子 然後如何去抓對手的空檔 這個也蠻重要的 這就是我想講的 所以這都是需要就是 可能一對一下去指導 然後下去就是 針對性的回答問題這樣子 OK 這樣對秒數的增長應該是 就是最快速最有效的 OK 好 那我那天那個影片就結束了 好 在這位阿 跟各位阿 祝個新年快樂 好 光祝各位就是 新年快樂 心想事成 萬事如意 然後大家都發大財 好嗎 OK 好 謝謝你們大家的支持 感謝感謝感謝 新年快樂 拜拜